中电计划在海上液化天然气站 今天公开项目简介 披露气站会同时供气给港灯和煤气公司 中电又承认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 会进一步研究 中电现在主要是使用煤和天然气发电 天然气主要透过西气冬树向中石油等救入 为了增加供应来源 中电计划由海路混入液化天然气 托阔供应来源降低成本 做法在香港的西南面海域 索古群岛附近 施纳大约8公斤的沿浮设施 用船混入液化天然气站在气化 经过海底管道送到屯门龙鼓滩电厂 长43公里的管道会沿香港西面边界铺设 最新的文件又披露 会同时铺设一条20公里的管道 接驳到南丫岛港灯电厂 亦都可以同时供应给中华煤气 中电承应气站和管道 轮近索古群岛和石古州将会设立的海岸公园 亦都是江团和中华白海团觅食的范围 文件亦都提到运作期间要吸取海水气化天然气 会排出较冷的水较周围水温低几度 亦都有少量好像是刺绿酸立的防污剂排出 可能影响育苗 中电话会在环境评估阶段进一步研究 无线联系记者陈兆浩不读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出席扶贫委员会最后一场 退休保障公众咨询会再次遇到示威 未能完成总结发言 咨询会就结束 退休保障最后一场公众咨询会 在大埔举行 扶贫委员会主席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在开场发言时 重新对不论贫富方案有保留 整个开支市民要交的税 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也都会令到我们财政的赤字 更加早出现 储备会更加早耗尽 咨询期都未完 司长就说 对全民退休保障 是人都有钱拿这个方案有保留 就是叫人不要表达 这个会也有点假民主 现在你们很多年轻人支持 这个全民退休 以后可能你们要交很重的税 如果到时你们没有钱交税 20个市民表达意见之后 林郑月娥开始总结发言 相对于以往的四场 今天是有进步的 我们有些言语上的冲突 也没有肢体上的冲突 也没有人被请离场 希望好头好美 不过之后多次被打断 第二就是强积金的百分之五 有台下人士一度冲向台前 大会最新的指示 就是官员的发言 已经正式完结了 林郑月娥未完成总结发言就离开 不同立场的团体继续互骂 有邮轮因为未符合海事处安全规格 被扣留在本港水域半年 船上46个外籍船员被欠身超过300万 希望申请发援 追讨欠身之后回向 海事处说 新黄星号的多航不达标 会影响那艘船的安全操作 和人命安全 因时需要通过处方的福检 才可以离开香港 上海迪士尼诺园进行内部测试 获邀人士可以在指定日期 入场试玩部分设施 有五位在上海报道 距离开幕还有个几月 上海迪士尼诺园做最后的准备 邀请工作人员 合作伙伴带上亲友入场试玩 要接受安检才能够进入诺园 不开了的瓶装水和自拍棍 都不可以带入场 检查之后会有工作人员查票 在内部测试期间 获邀的人士可以看花车巡游演出 享用餐饮服务和试玩部分的游乐设施 本身是乐园的幕后员工 都说很期待试玩 后台就是说是不允许玩的 然后我们想过来特别体验一下 应该会很开心 所有动画你都可以在里面找到 上海迪士尼说 在内部测试期间 希望可以看看有什么运作上的问题 不过就承认 不是所有游戏和设施都可以测试到 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就透露 在今次的试玩期间 不会有烟花表演体